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画出了当时事发的地图 让她的母亲展开了一场寻亲之旅 透过儿子的描述和地图 母亲成功地找到了前世父母亲的家庭 幼童揭开前世记忆 2020年2月 日本一个节目 爆料收到了一位观众的投稿 世界上有许多儿童拥有属于自己前世的记忆 这位母亲智慧讲述 自己的三岁儿子 光二 突然开始想要见他以前的妈妈 这个年纪还小的男孩 竟然记得自己上一世的死亡经历 清楚地描述了当时 他坐在红色摩托车上 在路上被违规行驶的车辆撞死 他还手绘出当时事发的地图 数年前 智慧突然罹患乳腺癌 他经历了生离死别的痛苦 一想到自己儿子拥有不可磨灭的前世记忆 他的悲伤难以言喻 自称儿子懂事以来 他一定一直渴望与前世家人谈聚吧 于是智慧开上了推特账户 希望透过这种方式 公布儿子提供的线索 帮助他找到前世的家人 光二曾经提到他前世非常喜欢玩游戏机 那种游戏机与任天堂生产的红白机 如出一辙 因此智慧推测光二 前世应该是在红白机盛行的时代生活 也就是八十年代晚期至九十年代 在推特上公开儿子的故事后 得到了众多网民的帮助 超过三万人转发了这个故事 智慧的悬人取势 引起了很多曾经因车祸意外 失去亲人的家长的共鸣 他们纷纷回应智慧的铁文 给予他鼓励和支持 智慧成功找到了儿子描述的事故现场 数月后 一封信终于打破了寻亲的僵局 智慧收到了一封陌生人的男信 信中描述了一位后辈的儿子多年前 因为交通事故身亡的情况 令智慧诧异的是 这个故事与他儿子光二 所描述的前世经历如出一辙 好心的陌生人前去拍摄事故现场的照片 并发开了智慧确认后 光二一看到 后惊呼 我以前来过这里 为了核实这个惊人的巧合 智慧决定长途跋涉 前往陌生人所在的小镇 他发现当时的事发地 与光二的描述完全一致 从路上的黄色盲道 到电线杆的位置 甚至是红绿灯的声音 都与光二所描述的一模一样 智慧深深感到震惊 他决定向那个可能是光二 前四父母亲的家庭写信 表达他 想要认识他们的心愿 可是这个好意 最终被那户人家回绝了 他们不再想提起那段 令人心痛的回忆 智慧在信中表达了 他对他们的理解和同情 并表示尊重他们的决定 他决定放下对儿子前世的探索 专注于与现在儿子相处和共同成长 智慧最终深刻 对于自己冲动 感到抱歉 他理解到现实生活中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 不愿意被过去所打扰 尽管只会一心想让儿子 与可能的前世母亲重拒 但他现在看起来 不打扰对方可能是最正确的决定 为此 他决定注销推特账户 不再追究儿子的前世 并将全部精力投入到 与现在儿子的陪伴与关爱中 像光二这样的案例并不罕见 类似的报道和研究 已经在全球各地出现 例如 印度有许多关于儿童 拥有前世记忆的报道 而美国的一些研究机构 也进行了相关研究 这些案例显示 即使没有明确的科学证据 证明前世今生的存在 但有些人 似乎确实拥有这样的记忆和经验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订阅 点赞和分享 并在下方留言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